各位学好 下面我们来讲授第十六章所有者权益 这张内容总体来讲没有难度 那么从考试角度来讲考的频率比较高的 那么一个就是其他权益工具 这个要做其他权益工具 还有一个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除此之外呢 那么就是资本工具了 好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去年的真题 第一个单项选择 下列各项交易事项中产生的差额当中 应当记录所有者权益的事 记录所有者权益 且发行债券收到的价款与债券面值之间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不就是多收钱少收钱了吗 不就是记录到利息调整这个明细科目中了吗 所以这个A选项显然在这是不正确的 所以这个没有记录所有者权益 是记录到应付债券二级科目利息调整当中了 所以这个显然不对 且发行可转债 债券的发行价格与负债 这个负债供给价格折线的 折线的净 二者之间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是记录到所有者权益的 就什么科目 记录到其他权益工具 所以按照实际收到金额借降存款 但应付债券差额列作其他权益工具 所以这个应该是B正确了 C 且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时 债务的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 供允价之间的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是记录到哪呢 是记录到投资收益 记录投资收益 不是记录所有者权益 所以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的供允价 这些差额是记录投资收益的 债务重组当中的 对吧 还说过一个权益工具的供允价 如果不能可靠计量的时候 用什么来着 用债务的供允 还记得吧 债务的供允 所以C不正确了 D 结购入 可转换公司债券 实际支付价款 以可转债 可转债面值之间的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 这个差额有什么单独核算的吗 没有单独核算 不需要单独体现 所以D 没有单独的这个差额体现的问题 所以D也不对了 那么购入可转债 划分什么 再问一下 划分什么 你只能划分刀点分类 因为它不是纯粹的 基本借的安排 不是纯粹基本借的安排 所以D在这呢 也不对 没有差个问题 所以最后选择的是B选项 好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 多项选项 下列各项中 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应介入到资本供给的有I 同意控制下合并中 支付的合并对价的账面价值 小于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的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 这个差额 那么是寄哪 同意控制 寄入资本供给啊 差额在带方 带资本供给 差额在借方呢 借记资本供给 也就是说老师你不对啊 这是个别报表 那么最终是寄入到合并报表中的 所以A没问题了 B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进行计量的投资性房子产时 转换为公允价大于账面价差额 那么大于账面价差额 这是寄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寄入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这个不能选 对吧 所以因联营企业 接受新的股东的资本投入 那么投资方仍然采用权益法核算时 相对应的应享有 联营企业净资产的份额 发生变动的部分 发生变动的部分 这个变动的部分啊 那么一联营企业接受 这个股东投入资本 那么接受投入资本的时候 那么有可能这部分的差额是列哪了 那么就是什么 可能股权被稀释了 讲过股权被稀释了吗 从权益法到权益法 仍然采用权益法 那么这部分的差额是列什么 列作资本攻击的 列作资本攻击 所以C可以选了 C可以选 好 那么第一 某公司在不丧失控制权情况下 部分处置对子公司长头 处置价管大于处置长头 相对应的 因享有子公司自购买而开始 持续计算进展的份额的差额 这个差额 我们说在合并报表中 不让你代记投资手 让你代什么代记资本攻击 所以答案除了这个B以外 其他都可以 其他都可以 好 所以答案ACD 好 到这里为止 我们看完了真题了 下面我们开始看 应试指南中题目 第一个单项选择 第一 下列各项 在相关资产处置时 不应转入当期损益的事 不应转入 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 应享有联营企业 可从分类进损的其他综合收益 而进入其他综合收益部分 那么这部内容 这部内容在处置时 应该进哪 进入到投资收益 我说不应 所以这个不选 B 以公允加计量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兼容资产 债务公平投资 公允加之变动 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 产生 那么这个产生的其他综合收益 是能够从分类进损益的 能够从分类进损益的 C 同一控制下 就要注意 不可以了 同一控制下 合并中 股权投资入账价值 与支付对价的差额 那么这部内容 介入资本供给 这个资本供给 二级科目叫股本依价 这个依价没听说过 能转到损益中权 所以这个不应 所以答案选择C 这题考N遍了 B 自用房产转为 以公允加计量的投资性房权 在转换时 公允价高于账民价差额 是寄与到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这个以后 可以转到哪呢 转到当期损益中去 转到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最后答案选择的是什么 C 好 那么这个没有转出的问题 第二题 下列各项中不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的 不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A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中 包含的权益成分 这个权益成分走什么科目 借银行从贷应付债券 然后贷的是其他 什么来着 权益工具 所以这个不影响 选吗选 B 影响有联益企业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对方他增了 我也增啊 对吧 借长头贷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C 其他债权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那么这个是 进入到 其他综合收益 增了减了 都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D 自用房产 转为公允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情况下 转换日公允价 大于账面债券差额 是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所以在这里头 不影响的只有谁啊 只有A 进入其他权益工具 好 第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不能从分类啊 不能从分类 进入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A 重新计量设定计划的变动 这个是不能从分类 从争到四 不能进损益 记住一共四个啊 所以答案选择A 其他都可以 权益法下 享有可转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 这个是能够转损益的 C 其他债权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这部内容可以从分类进损益 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时产生的那个差额 其他综合收益 也是能从分类进损益 所以答案就是A了 好 所以这个A 以后只能 进留存收益 从生到死 不能进损益 只能进留存收益 好 第四 下列各项中会引起 留存收益总额 发生增点变动的A 那么先说一下 留存收益 包括什么内容 留存收益 包含内容 两个内容 那么一个是盈余攻击 一个是盈余攻击 那么还有一个是利润分配 利润分配 那么第一个 盈余攻击 转赃资本 收翻路 借记盈余攻击 代记实收资本 好 那么留存收益变了吗 变了 变了 那么这个变了 少了 盈余攻击 补亏 借记盈余攻击 带利润分配 内部一增一减 没动 资本攻击 转资资本 它不会设计留存收益 不动 税后利润补亏 属于 利润或利润分配 内部一增一减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A 你从分路能看出来 从分路能看出来 好 答案选择A 分路可以自己看 好 第五 甲公司回购股票等相关业务资料如下 21年12月31日 经股东大会批准 甲公司以现金回购 本公司股票是3000万股 然后并速销 假定甲公司以每股21元的价格回购 截止到21年12月31日 那么共发行股票是2万万股 面值一块钱 好 那么资本公级二级客户 溢价金额是55260 盈余公级的金额2000 未分配利润是3000 好 那么下面关于甲公司回购 注意回购注销股票快处理当中 不正确的 问的是不正确的 回购本公司股票 那么库存股成本 那么这个金额应该没问题 注销本公司股票 要充减股本 没错 注销本公司股票 充减股本 溢价金额 好 那么后面充为分配利润 充为分配利润 那么我们得算一下答案 答案 我们注意顺序啊 顺序先充发行股票中的溢价 别给我充其他资本公级啊 溢价 不够充再充什么 再充 那个盈余公 盈余公级不够充 那么再充利润分配利润 所以这个题显然估计 这个内容当中啊 这个内容当中一个D 不胜确 对吧 好 来看一下 过程啊 那么回购股票时 那么回购三千万股 回购价二十一 那么这样算出六万三 所以借记库存股 带一行存款六万三 那么注意这个是三千万股啊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 注销的时候 看好顺序啊 那么借记股本三千万 带记库存六万三 先充什么 先充溢价 那么溢价金额是多少啊 来看溢价金额 那么溢价这块给的这个金额有多少 这个金额是55260冲干净 55620冲干净 冲完后不够冲 再冲谁啊 再冲赢一攻击两千 这个只能是溢价啊 再不够冲 再冲 利润分布未分配利润 那未分配利润金额只充2740够了 2740够了 所以D不准确 好 所以答案选择D 第六题 A公司21年发生下列有关事项 A 增发新股是一千万股 面值一块钱 供引价五块钱 另支付给券商的费五万 这是第一 第二 资本供给转增资本 那么第三个 债权投资减值 因素消失 转回上年提的减值 能转回吗 能转回吗 那么当然可以了 第四 其生产部门基设备发生日常修理费用 生产部门的修理费用 这个修理费用 那么按照新的我们教材来讲 生产部门的基设备日常修理费用 那么这个内容应该是介入到制造费用 对吧 介入制造费用 注意这个特点啊 那么第五 接受现金捐赠 持有的交易性精散 那么再有一个七 出租租金收入 那么第八 出售固定散的净收益 好 第九 后面一大堆资料 一共给的资料比较多啊 下面问的不正确的事 不正确的事 好 下面来看 那么是 A影响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影响留存收 影响未分配 专项储备 好 下面我们来看答案 选择D 我们一个来啊 第一个影响二一年 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我把顺序号告诉大家 第一个 增发股票 一千万股 乘以 公允价五块钱 那么问题吧 这个影响所有权益吧 扣掉那个五万 那么这个五万从一家中扣 这没问题吧 好 第三个资料 债权投资减值因素 那么 转回了减准准备 转回减准准备 信用减值损失 那么在这呢 是 冲掉了 冲掉后 等于是什么 等于贷掉 贷掉了 那么利润增加了 所以前面正的啊 好 第五个资料 接受母公司现金捐赠 那么这个是列作资本攻击的 那么 这是第五 第六个 那么是持有的交易性金捐赠 公允价值变动上升六十万 上升六十万是 进入到公允价值变动所义 公允价值变动所义 最后转到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最后转位分配 导致所有者全新增加了 好 第七个资料 出租设备取得租金收入 那么走的是七大业务收入 七大业务收入 最后转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转位分配增加了 第八个业务 出售固定产的净收益 那么三十万是 既若自然处置损益 最后损益力科目 转到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转位分配 好 那么固定自然的 排营的净收益 排营净收益 这个是通过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调整以前年度的 那么你别忘了 这是调自然负代表 你调年初 必然会影响本年的 因为是累计下来 就是累计下来 所以这个 这个十是最麻烦 这个十啊 所以这个盘盈 不是调当期盈外收 调以前年度盈外收 是通过以前年度 所以调整 科目核算的 最终会影响 年末 所有者权益经责 因为资产负代表 是资产负代表 是累计下来的 十二 回购本公司股票 回购充填所有者权益 十三提取安全生产费用 安全生产费用 那么这个内容是六十万 不计入损益 不计入损益 好 那么这部内容 注意 那么它是进入到 专项储备中 专项储备 属于所有者权益 所以增加了 最后答案 那五四五五 就这么麻烦 那么第二个 影响二十一年 留存收益的金额 那么第三个 债权投资减值因素 那么转回了 那么转回以后的分路 应该怎么做 应该代计信用减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增加了 那么也就是 最后转到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转未分派 未分派 属于留存收益中的一个内容 它不是盈于攻击 加利润三派吗 好 第六个资料 交易性精彩 上升六十万 上升六十万的话 那么是进入到 供引价值变动死亡 最后转到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转未分派 未分派利润增加了 第七个资料 租金收入四十万 同理 第八个资料 是处置固定在净售 也是同理的 那么第十个 盘盈 这份内容是调留存收益的 调以前年度留存收益 所以十 还是得盘盈的也是 算150 好 影响21年 未分派利润金额 未分派利润金额 好 那么第三个资料 债权投资简直转回了 转回了以后 我说过了 那么是转到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转未分派 所以未分派利润增加了 好 第六个资料 第六个资料 交易性经账 供引价上升六十 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 那么这块都是一样的 都是转到了 本年利润 本年利润转未分派 不盯攒出售净损益 三十万也是一样的 好 这十万也是一样的 好 那么跟上面都一样 不一样的十一 十一 提取盈于攻击 提取盈于攻击后 那么这个内容影响不影响 提取盈于攻击 借记利润分派 那么借利润代记 代记盈于攻击 那么造成了 未分派利润变了吗 变了 对不对 所以造成未分派利润变了 所以它是减少了 减少 最后算是一百三 好 专项主备就六十 我们前面给过六十 那提取生产费用 安全生产费用六十 好 这个题说实在比较麻烦 好 到了位置 单项选择我们讲完了 好 下面我们再来多项选择 第一题 下列事项中属于 直接具有所有者权的利得和损失 说白了 就是具有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A 应享有其联营企业实现的除净损益利润分配 其他综合收益外的所有者权源变动 那么这个内容是借长头带资本攻击 这个不属于我们这儿内容 所以这个不是 B 选项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套期储备属于 介入其他综合收益 现金流量套期有效的一部分 是具有其他综合收益中的 那么这个内容属于 具有所有者权利得 好 C 对境外子公司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这个是介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属于具有所有者权利得损失 D 出售固定在形成的处置损益 这个不属于他 那么答案应该选择B和C 好 第二题 库存股可算内容 包括哪些库存股 A 且为减资而回购的办公司股票 通过库存股正确 B 股东应对股东大会做出的企业合并 分立决议持有意义的 而要求企业回购其股份的 那么回购股份都通过它 好 D 且转让库存股或注销库存股 也要通过库存股可谋算 所以答案A B C D都可以 第三题 下列各项中能引起 实收资本或股本发生增减变动的 增减变动 A 赢与供给转增资本增了 投资者投入资本增了 资本供给转增资本增了 实际发放现金股利 这个可不影响 这个不影响 所以答案A B C 那个D不可以 D是 那么这个D选发放时 借应付股利 代价存股 不会影响股本的 第四题 下列项目当中 通过资本攻击二级科目 其他资本攻击核算内容 A 债权人豁免的债务 豁免的债务 豁免的债务 那么债权豁免债务 这个内容通过不通过资本攻击 不通过 不通过 所以看一下解析 这个一般既有当期损益 B呢 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 那么通常列额外收入 那么也是既有损益的 对吧 好 那么再来看C 长期股价投资 曾权益法核算的 被投资单位除了进行损益 除了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 所有者权益变动 那么投资且按照持股比计算 需要的份额 那么借长头 带资本攻击 这个对的 所以这个C是正确的 D 以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换取职工或其他方提供服务的 那么在资本负债表日 确定的成本费用 借记管理费用等 带资本攻击 二级科目 其他资本攻击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C和D 好 第五题 且收到国家拨入的 专门用于技术改造 技术研究等 拨款项目完成后 对于形成各项资产部分 那么按照实际成本 借记固定资产 带有关科目 比如带资件工程等等 同时还应该进行下列内容 充电专项资本 没错 那么充电专项目 这部内容以后要形成 国家对企业的投入资本 所以只能转入到资本攻击 二级科目 是资本溢价 以后才能转 现在转不了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A和C 只能选择AC 所以拨款转入市值 且收到国家拨入的 专门用于技术改造 技术研究 拨款项目完成时 按规定 转入资本攻击的部分 所以形成固定资部份 借固定资代文科目 同时借专项应部份 代计资本攻击 二级科目 资本溢价 以后要转为实收资本 就这内容 好 到此为止 多项选择 我们讲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大题 计算题 第一题 奖公司适用的所得税25 21年年初 资本攻击的金额1000 其他综合收入金额是150 赢于攻击的150 那1500这150 好 有关资料如下 好 下面一大堆资料 这一大堆资料 我们不念了 后面用标注给大家 用标注形式给大家 节省时间 要求 一 根据上述资料 边分路 来吧 资料在这呢 21年1月1号 奖公司一项 对某企业的长期股产投资 作为合并对价 取得同意控制 一看到同意控制 马上想着借长头 按什么金额 按份额来借 给什么资料 给相对最终控制方的 用相对最终控制方而言的 账面金额 给了吗 给了 那么是1500 1500 乘以持股比例60% 看见了吗 60% 所以借长头一定是在 同意控制 按照份额借长头 是900 好 这是这个出来了吧 好 现在具体看资料 21年1号 奖公司一项 对某企业的长期股产投资 作为合并对价 取得同一集团的 乙公司有表决权的60% 合并是乙公司所有者权 相对最终控制方而言的 账面价值是1500用上了 奖公司投出 长头账面价值 告诉我们 所以借长头贷长头 贷长头是 头手本500 随鸟整是200 好 那么差额看好了 差额在贷方 贷据资本供给 二级科目 股本一价 是200 非常简单 对吧 好 第二题 再接着看 21年7月1号 奖公司银行存款 购买 秉公司有表具权资本的 30% 就重大影响 当日 秉公司其他债权投资 供应价下降了100 秉公司除此之外 没有发生其他所有者权变动 税率25 奖公司你长期持有 好 那么这个内容 要注意的问题就是 对方 其他中国收益 他减我减 没问题 他减我减 但是要注意 那么这块给所得税率 给了所得税 对方的其他中国收益 是扣掉所得税的 那么他扣所得税 我得扣所得税 我得扣所得税 所以这个内容下降100 乘以 一减25% 再乘持股比例30% 借记其他中国收益 代长投 二级科目 其他中国收益 22.5 好 再看第三题 先看资料 21年8月1号 借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二级科目成本 代银行存款 那么金额是5000 第二 年末贡价涨到了 涨到了5200万 借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二级科目 公允建设并动 代其他中国收益 好 第三 给所得税率了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增值了 增值了走地盐所得税负债 说了多少次了 增值了走地盐所得税负借其他 中国收益 200成25% 50万 那么就这么一个简单内容 好 第四题 第四题呢 是21年12月31号 对于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以授予日供允价值为基础 券的当期费用是300万 那么翻路 借记管理费 代资本供给不就完了吗 按授予日供给 这不权益结算 按授予日供允价为基础 算出来吧 好 300万 好 接着往上走 第五 提取一供给 借利润分配 二级科目 提取一供给是 2.2.5 代盈一供给 然后接着看 盈一供给 转增资本 借盈一供给 代记股本一把 没什么难的 就基本的常规题目 第二题 难 计算21年 我家公司资本负债表中的 资本供给 其他综合受盈一供给 项目的余额 还有利润表中的 其他综合受于税后净额 来吧 一个来吧 第一 资本供给 年初金额已知是 1000 年初金额1000 然后一个来啊 第一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当中呢 有一个代记资本供给 是200 对了吧 第四个资料中 有一个代资本供给 是300 那么合在一起1500 其他综合受年初是1500 然后第二个资料 然后第二个资料 借记其他综合减 借其他综合减22.5 然后第三个资料是正的 那么这块有一个借的 一个50 这还一个代的 所以这块有一个代的是正的 这还一个借的是一个负的 最后算出1627.5 好 再看盈余供给 年初150 那么加上本期提取一个202.5 那么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 第五个资料提取一个 提取完了 后面还有一个120 是转资资本 减掉转资资本 那么算出来是232.5 其他综合收益税后进额 那么应该等于第二个资料 那么第二个资料中的是22.5 这个22.5 是借记其他综合收益金额 还有一个第三个资料在这儿了 第三个资料在这儿了 一个借一个代 扣掉所得税金额 看到吗 扣掉所得税金额是 也就是200长以7% 也就是200减掉 这个50 不也是这个数了吗 这就等于是127.5 这叫其他综合税税后进额 考虑所得税了 说完了考虑所得税了 我这考虑怎么考虑了 就这一次 好 那么这个题 我们到这讲完了 下面再看第二题 奖公司21年发生的交易事项如下 好 那么第一个资料 将公司和乙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这题我们念一下 将本公司原作为固定资案的一个写字楼出租给乙公司 租期五年 那么这属于什么 属于投资性房地产的业务 好 其他资料先不看了 大概看一下 然后第二个资料 以每股股员授予20名高管人员限制性股票 那么这个属于什么 属于是限制性股票 股份支付的 对吧 第三个资料 2月10日 以支付价格620万 购入乙公司股票 好 那么这块看好了 比例多少 划分什么 非交易性的权乙公司投资 好 第三个 接着往下走 好 接着往下看 那么要求 就这三个资料 根据上述资料 逐项计算 上述交易事项 对甲公司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的金额边分路 影响金额边分路 一个来吧 第一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投资性房地产 甲公司乙公司签合同 出租出去了 那么这道题的公允价是9400 公允价9400 账面价原值减折就 原值是8000减掉折就一下 好 公允价大于账面价差额2600 这2600是记录其他综合收益 不考虑走的水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 影响金额是2600 分路 借投资性房地产 二级科目成本 是当天公允价是9400 借累计者已知 172 带固定算8000已知 公允价高于账面价差额在代房 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中去 好 接着看 21年末 21年末公允价跌了吗 跌了 转换时公允价9400 年末公允价9000 跌了 跌了的话 做反分路 代计投资性房地产 二级科目公允价变动 借计公允价值变动 好 租金 每年租金是400万 借银行代期大业 我收了400万 对吧 没有什么难道 没什么难道 好 第二题 那么第二题 我们先来看资料 授予 授予限制性股票 这个内容 不会对其他综合收益 产生任何影响 所以是零 好 分路 那么授予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实际收到金额 是到14000 代计股本是面值 是800万股 成面之一 那么剩下的 代资本供给 股本一价3200 同时 马上借计库存股 代其他用本 那么金额 就是银行存款 金额4000 此时对所有者权 影响金额是零 对其他综合收益 影响也是零 因为这块 代计所有权益 还借了一个 库存股的 是吧 好 接着看 21年12月30号 借管理费 带资本供给 二级科目 其他资本供给 所以800个人 乘以授予日 共减20块钱 减掉5块钱 认购价5块钱 认购价5块钱 要扣掉的 我们前面说 认购价5块钱 然后没有离职 等待期三年 本年第一年 算出4000 借管理费 带资本供给 好 第三 我们先看资料 2月10日 甲公司支付价款 620 告入已公司股要 100万股 然后另付交易费 0.8 告入时 已宣告但 尚未发放心 您股利 有吗 如果有的话 给我减出来 那么股利是46 甲公司将 该股票指定为 以公允价计量 其变动 既有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的权益供应投资 好 后来收到新银股利46 年末公允价是550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公允价550 减掉买的收成本 买的收成本是支付价格682 减掉一个46的应收股利 然后加上0.8的税费 算出来的是负的24.8 好 分录 借记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二级科目成本是574.8 怎么来的 就这个出来的 682减掉应收股利46 加上0.8的税费是574.8 减收股利46 贷银行送款620.8 好 那么收到时 借银行贷银行收46 然后再看年末公允价是变动 那么这个公允价变动 刚算出24.8了 那么这是调减账面价 借其他综合收益 代记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二级科目 公允价变动24.8 那么公允价550 和买的时候成本去比是负的 减少了 好 到了为止 我们这一章题目讲了 这一章题目简单 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你别说 在考的时候经常会考到的 经常会考到的 在考到时 大家要注意这些处理方法 另外我在提醒一个问题 关于转换问题 转换问题 转换的时候 我们在前面讲课曾说过 就是说 那个 所有者权益 和金融负债之间 能转换吗 所有者权益 和金融负债之间 能转换吗 可以 说谁呢 说的是那个什么 说的就是那个 其他 权益 工具 和谁啊 和应付债券 这两个之间 能不能转换 注意 当然可以了 他转他 他转他 都可以的啊 回去看看 讲义 这个内容 这两年 总爱考这种题 他们之间可以转换 好 作业 第一个 还是把基础版讲义 拿来看一看 因为这张不是重点 所以你们再看一看 赶紧过一下 顺 在脑海里过一下 也可以 然后再把 以前作题再过一下 就可以了 因为这张 不要花太多时间 好 这张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